为择业当以天性之所尽 国家之所急需 能造福于人类为权衡 我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2024届 博士毕业生刘如正 毕业后我将前往中国冰激工业集团下属的 某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科研工作 2015年我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 进行本科学习 当年中国也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 也让我们一批人认识到了 制造业对于国家是多么重要的意义 机械工程这门学科和智能制造是息息相关的 也是智能制造产业中最技术的学科之一 我所研究的机器嗅觉系统是一类智能机电设备 我和我的课题组希望未来将它应用到工业 文业 医学等一系列的 复杂其类辨识和检测场景之中 我觉得清华丰富的工科教育体系和实验平台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包括交叉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 和进行科学研究的综合能力技巧 以及干大事业的价值观 他们为我投身国防军工建设变定了坚实的基础 投身军工制造业无人工厂的初衷 一是提升我国的军用装备制造产能 助力军队现代化建设 二是为大国工匠提供更安全的工作场景 让他们远离高危高暴的生命安全危险 我对自己的职业目标规划 是希望能够从基层做起 建起一条条崭新的产线 未来是希望能够完全实现我国的军工制造文化建设 事实上我国事期间曾经面临非常大的学业压力 每当我实验失败产生焦虑情绪时 我都会前往健身房进行运动 用运动来消解焦虑 重新回到一个乐观良好的健康精神状态 另一方面我是感谢导师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他对我的科研生涯成长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 我们常说力大志入主流 上大舞台干大事业 我认为清华人应当利用自己的所学所知 在各行各业内贡献自己的清华力量 发出清华声音 我在职业发展中心任辅导员已有接近三年的历程 辅导员的服务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 从服务他人到教育自己的过程 通过向同学们讲述将个人成长 融入到国家与社会发展之中的理念 我也更加认同了这样的理念 并最终坚定地选择了进入国防进攻行业 开展我的职业生涯 我希望学弟学问们将长期主义作为优化策略 将个人兴趣爱好和国家社会的需求作为优化目标 并最终选择一条自己心仪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统均